中国突破美国科技封锁 过程是艰苦的 结果将是美好的 遭美国科技封锁 而导致5G手机难产的中国手机大厂华为 计划改用中芯国际等本国生产芯片 及自制芯片设计软件 在今年底前 重新生产旗舰版5G手机 并在明年初上市 显示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制裁 反而促进中企 更积极追求技术自主 并已取得一定进度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所候 欲锁欲锦 中国的反制已落实到行动上 先前以国安为由 限制美光产品在中国销售 并已自8月1日起 限制加 折等芯片制造的关键材料出口 美国也正研议 扩大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措施 据悉总统拜登 可能在8月中旬签署行政命令 限制美企在中国投资关键技术 这项行政命令侧重于半导体 人工智能AI跟量子运算 将禁止特定交易 其他交易将需向政府揭露 虽然美国限制中国取得或制造先进芯片 将对中国造成极大的伤害 但华府持续对中国施压 正如美国芯片业多认为的 将是弃商权 美国也蒙受其害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就示警 指白宫一连串对中国管制恐遭反噬 将激励中方加速自主 影响美国芯片业扩张 辉达、英特尔、高通等美国芯片大厂的首席执行官 从上月联媒说服拜登政府打消对中国出口管制的念头 可看出美国芯片业者的担忧 然而 美国参议院和白宫仍在加大封锁力道 事实证明 美国对中国科技出口管制的影响被高估了 也低估了中国绕开管制的能力 一个显明的势力是 自特朗普政府2020年禁止向华为销售高端芯片后 西方国家预测中国的5G推广速度将趋于停滞 事实恰恰相反 中国5G基站的数量连续两年几乎都翻倍增长 目前的总合约占全球一半 由于无法获得更新的芯片 华为的手机业务急速萎缩 但如今华为似乎已能自主设计并在中国生产高端芯片 面对芯片技术遥遥领先的美国 中国利用市场优势打击美国企业 对美光的管制仅是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不排除中国将来会进一步提高处罚力度 扩大反制范围 唯一没有后遗症的反制之道是加速补足短板 中国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加大力度进行 积极将AI应用到制造业、采矿业、农业和物流业上 努力绕开美国科技限制 手机等消费端技术算是次要问题 企业生产力才是决定性的关键 中国一些龙头公司积极提供基于云计算的AI服务 以及培训和咨询业务 向成千上万的公司推广这项新技术 希望快速深入到各行各业中去 让AI赋予各行各业价值 主导歧视的是华为 其入场方式是为制造业、医药研发、矿业、铁路、金融等 其他行业的客服训练AI系统 且能获得华为自研的昆蓬与升腾AI处理器支持 中国计划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 将AI有效应用用于生产、物流和服务中 追求世界领先地位 5G是未来产业竞争的另一个胜败关键 其高速传输、低延迟、大连接密度和良好的网络可靠性 将对各个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并带来更多创新应用和商机 5G在西方消费端技术运用成果不张 网络下载速度只有中国的一半 中国在5G带宽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在实现商务自动化方面颇有进展 中国的5G RB与AI已带来实在的好处 比如更便宜的工业产品 更高效的港口和自动驾驶汽车的应用等 高端芯片是中国的短板一时上南突破封锁 不过美国厂商已经受不了业务损失 高通公司三分之一的年收入来自中国 回答则是五分之一 芯片法案所提供的支持根本无法弥补 因配合联邦监管而损失的收入 所以松绑是迟早的事 即使不放松管制 也将如全球首屈一指的荷兰曝光机设备制造商 艾斯莫尔ASML所说的 中国最终会发展出替代产品 这是中国反封锁的必由之路 而且已经看到曙光 过程是艰苦的 结果将是美好的